国阵在吉兰丹化妄生国西的不败神话 在第15届全国大选宣告破灭 败选的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就提出了选举诉讼 不过高庭今天宣布撤销孤里的申请 确认国盟候选人莫哈莫阿兹兹胜选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盟会选的指控站不住脚 哥达巴鲁高庭法官罗斯兰指出 法庭接受莫哈莫阿兹兹提出的三个问题 首先就是 诉讼申请已经超出了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 规定的28天期限 第二就是申请方在委任律师的过程中 没有遵循条例 最后就是会选证据不足 使得诉讼申请无效 法庭随后预令申请方缴付25000令吉的糖费 代表国盟上阵的莫哈莫阿兹兹 在第15届大选中以21826张得票 战胜了巫统元老东姑拉莎里 那姑里的得票是21663张 我认为您的答案 嗯